被打招呼 欸這太難了啦 我頭節蠻性感的 歡迎來到MF迷人集結的單元 讓我們歡迎今天的大來賓 曾敬華 哈囉大家好我是曾敬華 王靖還是向傑如 欸要作答喔 好 向傑如 胸控還是腿控 腿控 你有180的model還是150的小芝麻 看感覺 覺得自己是霸氣大男人還是貼心暖男 貼心暖男 想演小丑還是蜘蛛人 小丑 超能力要選任意門還是分身術 分身術 要選金馬影帝還是票房破10億 金馬影帝 害怕拍戲NG34還是哭戲哭不出來 NG34 覺得自己比較像返校的魏仲廷 還是做工的人的小潔 小潔 想挑戰跨性別者還是思覺失調症患者 跨性別者 李安找你拍戲要全裸入鏡還是尊重30公斤 尊重30公斤 防疫期間都在家做什麼 看電影 最滿意身體的哪個部位 猴傑 女友的三個條件 貼心 善良 然後誠實 會介意跟粉絲交往嗎 不會 下輩子想當男生還女生 都可以 最推薦給大家的宜蘭名產 牛舌餅 最想跟哪個演員合作 呃 謝銀萱 這當演員想做什麼 警察 入行後遇到的最大的挫折 有一次拍戲太緊張 然後一句台詞都講不出來 時間到了 讓大家看一下你有沒有做完 欸這太難了啦 王靖跟向傑如 你選擇向傑如是為什麼 因為我跟王靖太好了 現在如果拿這兩個人來選的話 跟向傑如應該會有比較多好玩的事情發生 就是比較有新鮮感 對對對 那胸控跟腿控你選擇腿控 還是其實都想要 應該說真的看感覺 一定要這兩個選的話 我會選 然後你覺得你自己是貼心的暖男 呃 所以是跟女朋友相處的時候 都會做一些比較貼心的舉動嗎 因為我自己蠻注重工作的 所以私底下可能會 蠻貼心的 然後小丑跟蜘蛛人 你選擇小丑 因為要演繹小丑的話 需要經歷過很多事情 然後需要做更多的功課 我覺得 蜘蛛人的話 可能是身體上的磨練 以及一些特技動作之類的 金螞蟻地跟票房破失禮 你選金螞蟻地 因為我覺得肯定比較重要 你覺得比較像做工的人的小潔 我覺得兩個都有我很類似的東西在 但是以年代來講的話 小潔會比較貼近我一點 你選擇挑戰跨性別者 不是思覺失調症患者 思覺失調症者是一種症狀 可是我覺得跨性別者有些是天生的 如果你沒有機會接觸到跨性別者的話 我自己想要透過演戲去 對 李安找你拍戲的話 你願意增重30公斤 所以是不想要在鏡頭前面裸露嗎 要也是可以 只是這兩個選擇 我還是會選增重30公斤 那如果要裸的話 你最大的尺度到哪裡 看角色需要啊 最滿意的身體部位 你選擇猴傑是為什麼 我覺得 有猴傑蠻性感的 有女生剛講過嗎 沒有 我只是自己覺得 女友的三個條件 你說貼心善良跟誠實 所以有被不誠實過 也不是不誠實 是有些事情就是我比較喜歡直接面對 就是有話直說 對有話直說 然後下輩子你選 當男生女生你說都OK 所以沒有特別想要哪一個性別 沒有耶 因為我不知道會不會再記得這輩子發生過什麼事情 而且都是一個新的開始 不當演員 你說你想當警察 所以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警察是一個會面臨到很多挑戰 而且會面臨到很多人性的考驗 如果沒有當演員的話 我本有想說要考警察 入行後遇到最大的挫折 你說拍戲講不出台詞 我記得那一次 我連一句台詞都講不出來 之後是 自己要去調適這個感覺啊 回去當然會反省 為什麼當下的狀態會是這樣 剛出道而已 你當然很在乎旁邊的工作人員 會怎麼避免不了 所以你必須去適應 然後接下來還有 剛沒問完的問題 最讓你難忘的一場戲 就是返校的第一場戲啦 所有的東西都是第一次啦 我還記得 是我跟王靖在一個學校的轉角 那時候印象最深刻 因為剛沒有做完 所以現在是要 懲罰 大家好我是曾慶華 我在做工的裡面飾演的是小潔 然後他是阿琪的兒子 所以我是做工的小孩 做工的人已經在 HBO HBO GO 還有 MY VIDEO的周日上映了 請大家 多多支持 請按讚加追蹤